准备 乌克兰士兵直直往前冲 这回目标是曾被俄军占领的 沃尔陈斯克建筑材料厂 这次任务由特种部队冲锋陷阵 在枪林弹雨中一攻破工厂内各个角落 再配合上外头空中火力支援 现在这座工厂已证实没有叛点 俄军的影子 为了完全逼退在哈尔科夫州剩下的俄军 乌克兰王牌部队第三突击旅也来支援 使用无人机摧毁更多俄军配备 同一时间乌军也继续发射 海马斯夺管火箭摧毁 俄军在库斯克地区的防空系统 俄罗斯境内状况还是很多 最新传出一座莫斯科的汽车零件仓库 也冒出大火 至于先前也被乌军摧毁的特维尔州弹药厂 整座地区仿佛沦为废墟 还留下一个宽达82公尺的巨大弹坑 但是哈尔科夫州一处公寓大楼也被炸破一个大洞 俄罗斯再度使用导引飞弹攻击量成三死三十一伤 这一切都发生在联合国大会期间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这次再当着俄国代表的面 在安理贵特别会议上痛骂俄国 美国总统拜登也直指俄乌战争某种程度上胜负已定 北约日前更横踩俄罗斯红线邀请乌克兰参加反无人机军演 这个举动也显示无人机在战场上的重要性正在快速上升 而战场以外俄罗斯在国际制裁上也还有漏洞可以钻 英国天空新闻记者最近就亲自到乔治亚高加索山脉一带调查 果真发现人不断有包含英国在内的高档汽车从这里运往俄罗斯 先前天空新闻就发现英国出口到乔治亚 或亚赛拜仁的汽车数量异常暴增 现在也证实当中许多就是为了规避制裁绕道到俄国 赫罗斯富豪显然不受战争影响 还是能买到心中想要的汽车 电新闻送个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